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五间总结 我是林梓彤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内地和保安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先在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中收市升3点 中收报3297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27点 中收报13529点 创业板指数跌大约是百分之零零零一 中午收报2767点 港股方面恒指升到260点上来 上回255的关口 中午收报25143点 国企指数升50点 中午收报1235点 大市半日成交646亿 这节请你Samuel和谈谈 Samuel 你好 你好 先讲一下港股大市 今天期指结算 市事情都做得不错 下午期结结结结出之后 市市又有没有大些小的上升动力 可是成交金额址仃 是少的 С ihnenä the C2 ma 过过这个期结 又差不多立刻126月份 那课需要 sac니u 可能成交金额址好不可活跃一点 暫時證交方面未算是更得足 但反彈的勢頭仍然是保持得到的 你說說到外圍股市方面 昨晚美聯儲就叫做完成了一個意識出來 當中都是叫做維持整體的息率是0至0.25里 算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之前都沒有預期過短時間之內會減息 但比較重要的是 鮑威爾在會後聲明裏面放出來的言論 仍然是偏夾一些 又重提過會用盡一切努力 令整個經濟開始復甦 同時也沒有說到通脹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所以短期內大家都不會預期有什麼收緊 或者加息的情況出來 這件事對於整體股市來說 仍然是有一個利好作用在這裏 接下來美聯儲都叫做維持著放水 或者每個月都會叫做 規量去擴表的話 整體來說整個大市的氣氛不算差的 恆指早段來說 今天都叫做曾經早段 碰過2.5萬 但是都叫做輕輕回一回下來 但是後來靠本地那一堆消費股 你也說小股和車股 連還有 都算是比較強勢那一堆的ATM股份 都叫做升上來 令到五市之前已經順利上到25,000這個水平 整體來說 我覺得反彈勢頭是足夠的 唯一是市省戶入市的意欲 看看什麼時候回來 成交方面暫時還未能保持 但今天期結完之後 再加上這堆消息出來 我覺得都有條件繼續看高一線 有機會重返下一次的阻力位置 即是二十天線 回到二萬五千四 二萬五千三左右 其實都是差多百兩百點 我覺得壓力上不算是太多 明天看 可能中國也會公佈官方PMI方面 如果都叫做符合預期 或者仍然站在五十以上的話 近期建材股和基建股已經升上來 所以整體來說 大家對於整個經濟復甦的勢頭 仍然都是叫做看法無變的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做一個反彈出來 另外又講一下個股方面 講一下百威176 半日升半成 開始追回落後 因為早前兩隻大陸的啤酒股 潤碑和青碑不斷破頂 176終於動了 看回他公佈了中期業績 有些倒退的 但是他在大陸買得很好 6月的銷量 創中國市場的歷史新高 百威納開始走的時候 可不可以走勢 可以好像潤碑和青碑 扶搖直上 破頂 最高可以望到多少 暫時 可能今天來講 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反映了一大部份的衝勁 之前都和大家提過 你說他追落後的概念 最重要都是說中國內地業務那一部分 跟其他 你說東南亞方面的業務 就有些不同 始終純粹整個比較大的佔比 或者你說以他那些營業版法來講 都純粹只有中國比較早可以有一個復甦 或者你說疫情可以有一個受控在這裏 純粹你說 炒一炒中國自己本身 你說本地的業務 可以跟同業 潤碑和青碑去看齊 但是都仍然要留意 其他那些的板塊都仍然是叫做一些跌倒在這裏 譬如說韓國方面 今次提到的數據 未是叫做完全可以有一個反彈 純粹你說整體 都仍然是叫做靠中國整個板塊 可以拉高一點的銷售增長 以及毛利率 上一季 單體第一季來說 毛利率只有44.2 但是整體你說去回整個上半年來講 升到上去51 所以整體你看到第二季來說 復甦的勢頭算是叫做比較強一點 但是仍然是叫做靠著 你說中國的銷售增長而已 接下來你說可能要再看高一線 可能開始要慢慢等多一點的耐性 始終你說現在看東南亞方面的業務 它自己澳洲那方面的戰比已經沒什麼 同時間你說只是看回韓國那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走得比較慢一點 你說超高端那些的產品 目前來說的增長空間 開始叫做放緩得挺厲害的 所以要留意這個部分 目前中國這個板塊復甦的勢頭 大家都已經見到 同時也是 今天你說反映了在這裏 最高都叫做 曾經升到上去 你說可能28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你說要追落後這個概念 去到28元這些位置 其實大致上已經反映了 所以你說現在慢慢大家消化了業績 看到其他的板塊 都仍然可能要等多一點時間的話 變成你說可能短時間之內 都未必有機會 有條件繼續再去上轉 純粹你說這些位置 如果真是追中國的復甦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些價位應該要吃虎 好 麻煩你Sammy這麼詳細的分析 都申報先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Sammy 稍後回來做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